怕这话题不太需要再讲,一次过都讲了 讲回一些香港的大家关心的事,就是六千人了 六千人,很多復养的情况再次有,又叫老人家尽快打针,说有四分一是长者 这个就对了,二三余,四分一就对了,一二三四一张六十岁以上就四分一人口了 我还想着死了,这混蛋了,那就正常了,年轻的老人多些都正常了,四分一 说是五千八百多宗,基本上是说确诊数字升穿了六千宗 问题现在是,其实是得人害怕的了,因为现在开始秋天了 继续上升了,其实又是正常的,大家想一下是不是 因为那个针又已经没效了,所谓每个人都有些抗体,那样东西已经够中了 是不是继续打呢?官方当然叫你继续打,最能够保护你 最能够保护你为什么要打针呢?我都不明白的 尤其是老人,接着远舍原来是在爆了,张竹军就说远舍爆了 你二月那时记得了,有个新闻,东西看我爆了出来 一月二月已经打电话叫防疫中心帮人帮这些老人打针,远舍不能去 你清了零才去,结果就是施蝶斯 这个是行政的问题,还是老人没有打针的问题呢?他想打都不能打 行政的问题吗?今天其实是一样的,你现在看到形势是这样的 那些老人,他讲的例子就是,全部都是B.A.5,就算新疫苗出都是搞不到B.A.5的了 竹军就说,如果员工有定期检查,没有病征,没有病征可以上班 但是没有病征一样可以前任 不是,公司很难运作,这个是真的,这个当然重要了 但是有病征要看医生,但是没有病征一样可以传染到人的 是吧?竹军就说,来了香港之后确诊个案,不时都有一天二十多众 八天后,搞完你那七天,那七天做来干什么呢? 一天二十多众,CD都高,估计多个復养个案 又黄啊又黄啊,二十个百分之二十个百分之二十个百分之二 那还搞什么黄啊?熟悉期之内,三天检测,都要到八成了 他说,哎,就是B.A.5的个案每天都升了 认为B.A.5有机会和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主流病毒 什么有机会,一定是的,哎,有机会 哎,他说升势快,难以预测实际情况,这个是竹军说的 那,很遗憾哦,专家有没有出来说话呢? 孔帆毅啊,袁国勇啊,专家们 怎样防止这个第五千、六千了,第六波 追追上,我估计过万很正常的,接着开始凉了 而且那些针又够期了,又没有新针就别人打了 是不是?因为你多少说有些抗体的,打过针的人好些了 你完全是束手无策,群医束手,一群专家束手 束手完就继续叫你打针,老爷打针,婴儿又打针 最紧是打针,打针就没有爆发了,不是,一样爆发了 打来干什么呢?你机会少一点,机会少一点? 什么机会少一点?死的机会少一点? 谁人都知道,未必的,我都说了,都可能是数字游戏来的 但是官方说,叫你尽快打针,你喜欢就打了 你打不打,都是一样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打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说,不如我中一次吧,中一次不够多几次 是不是?他就说,越中就越危险 我觉得一般人越中就越安全了,中多两次 好了,哎,他说中军就表示,疫情趋势一直都没有下跌 还在慢慢上升,有人还没打针,老人家和小朋友打针率都不算高 当然不高了,都说四成了,小学已经不打了,不打就这样升 打又升不打又升,其实你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永远证明到,你打是可以压制的那个 你证明压,已经不行了,现在不是小学的嘛 你进去散播的地方全部打了三针,照相声给你看 我们一定没有打针的人,我们都没有去到 是不是?老人家不打针就中了,多数在院射了 现在看上去是院射了,但是呢 同日的新闻昨天升到的,有确诊长者入院五日后被送回医院 其后院射有三名确诊 五日后在医院送回院射老人院,跟着跟着那里爆了 五日后没事的了,当然是诊过的了,核酸检测了 然后回去一样,你整个这样的形势就告诉你 根本你是多鸠鱼,现在的检测没用,你的针药没用 除了小心一点少一点接触,一定是有用之外 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多鸠鱼,什么马也是多鸠鱼 黄马、红马多鸠鱼,健康马、疫苗、通行症全部多鸠鱼 唯一不多鱼就是因为我们有疫苗那些,有症那些不去周围走 我们没有散破,我们才是工人,功劳甚大 所以大家不要生气,你想想我们是有功劳 当然是全是赖了你,现在专家没东西做就赖了那些不打针的人 但问题是这些去医院打了针回院射,打了针一样中,中了去医院 打不打针都是一样,打针中,或者不打针中,去了医院好回 回去老人院继续传传给人 安劳事务委员会李辉向星岛反映 有确诊长者入院五日后,由于病毒量低而被送返院射就正常了 都查到没什么了,陰性了 好了,接着呢,那个老人院就有很多人中招了,送往检测中心 送去检测中心那些,那些人有没有打针呢? 似乎都越来越来越多人打针,老人院 整件事又跟那些司叠司的情况一样 你是行政管理的问题 復康了,回去院射,院射又有那些人打针了 院射里面也有高比例打针了 剩下那些肯定是有身体不好不想打针了 那你就吵架了,吵架了 你几多打针了,几多打针了,你打了又怎样? 打了就不中了,打了就不感染了 你保不保证到呢?你开保险,买保险 復康者回去为什么继续传言呢? 梁子超就说,不排除因为起初确诊长者因为服用口服药 令病毒暂时被压低 表面就回院射,原来还有,然后就继续 证明你现在的医疗方法都应付不了Omicron 是吧?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你怎么样?专家没有啊,他说继续打针 又是打针,继续吧,没得救了,继续爆,继续打针 那李辉透露,就是安务事务委员会 就有位于荃湾的负责人反映,院舍荃湾的老人院 上月下旬有长者确诊,送抵人制院,当时有发烧,嘔吐病症 确诊院有连续两天检测 CD值38,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病毒量低 是,院方就送回老人院了,院方就是人制医院了 院舍的就要求老人家你继续吧,不要回来了,不要回来住了 但是院方坚持,就是院方就是这个医院了,没事了回去吧 接着有22个人在这个老人院中招,送去阿波 其中20人就要送去北大鱼山掩疫检控中心 李辉形容这些院舍负责人就很生气了 为什么第五波疫情都还有这种情况,已经试过一次 这些就是老人院和,你当天看到的,爆到乱门的时候 医院不行,林郑出来叫老人院收回人 老人院说我已经爆到不清楚这里,天天要送人来,你就收回那些 好像康復了,那时候还没康復了,还没康復了 这个责任一定是你政府,你有规划,可不可以啊 你又说他走,然后他又回不了院舍,那怎么办啊 回家?回家就继续爆了 你临时也要想个方法,找个球场 不,球场是室内的地方,有暖的球场,放在床上摆住他才都要 临时放松已经行不行?政府就不理的,官僚就是你推我推就行了 李辉就说可以安排长者先去隔离设施,这个情况呢 肥妈那些,早点舒服的隔离中心都要的了,辛苦的长者都要的了 好过医院,不就是不用霸却医院的床位 但是都好过回去老人院,那么危险,靠久一点,改善一下那些地方 这些请多些人做事而已,天天扶着老人去洗澡,摩市 行不行?人手问题而已,又不欠他钱,说到自己 拿去检测就这么开心,这些又是行政的问题,阿超 以前是吊傻婆,现在吊够你,你搞好些行不行? 梁子超提醒,长者出院的时候,除了要预解病毒 以后要过来临床指标,自幼孔明,长者看质测,谁都知道 清除了病毒都不等于完全康复,谁都知道 他现在不是康复不康复,他可能康复到的,慢点 回来就传染给其他人,我中了多数康复到 自己完全小心,不要传染给人,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去到老人院,没有的,多四人离世 还是低过千分之一,但是情况就是这样 我觉得反正搞不定,大家放松一点面对这些就行了 不要天天吵,吵就没用的,天天吊够这个政府 发泄一下就留言,吊够政府,叫做出了一套气就算了 就不要冤枉自己,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的了 就是这个政府这班专家,拾够到不肯的 一定解决不了,但是没有了,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只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我们心理上没有装起来 对吧?放松一点,天吊下来当被冤枉,没事就行了 有事,有事好好休息,自然没事 立刻破医院,你又死,他又死,分一分钟 当然啦,如果你是又老了,又衣服高了,是吧? 根据说是教好的,打了针,他们命子教好机会 但是自己决定了,这些情况自己决定 但是其余人都是有一个比较宽的选择 你是信不信的,信不信都很重要的 你信就会心安理得一些,但是你一疏忽就糟了 不如不要相信,小心,小心就可能 好了,始终自己决定了,总之找一份尘 我来到,讲到尾了没有,这些专家没够用 你信他就捉了,那又怎样呢? 牙牙仔都打了针,一样在爆上去,一样在升上去 催你不像,一样没用,就是这些东西 好,今天说完了